一元午餐来年再见 10月8号 坚持四年的河南洛阳国庆假期 无人职守一元午餐手冠 今年共售出一元午餐两万三千份 创办者表示 从最初有人质疑他们炒作 到如今已坚持四年 今后也会继续下去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中秋 景区特地外赠一块月饼 一元午餐的主食 依然是当地特色的玉米糊涂面 并配有装着黄瓜段 圣女果 两个安纯蛋的果盘 馒头分大小馒头 主食面条也有一份和半份之分 一份为750克 半份500克之分 个人适量自取 避免浪费 就餐区入口依旧无人职守 美味一元 自觉投币 自助找零 刚才已经吃过了 感觉冬天非常暖和 感觉景区这个行为非常暖心 然后就来家头五块钱 关于这个一元午餐的话 可以上其他景区 也可以推广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在一些景区 遭受一些比较天价的午餐 今年国庆八天假期 我们共受吃一元午餐 两万三千份 共计收入 两万三千四百五十八元 从收入来看 总体的收入 无人职守 很有所增长 我们在一七年初期做一元午餐时间 有人执意这是一种操作 决定时间不会长久 但我们从一七年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四年 以后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据了解 老军山地处八百里扶牛山间 海拔两千余米 风景秀丽 海拔高 植被茂盛 山脚山顶温差大 国庆假期一元午餐创办者 景区负责人徐磊表示 正是看到了游客登高观景 就餐不变 因此在2017年 创办了国庆假期一元午餐 希望用收费杜绝浪费 也让游客舍去 有被施舍之嫌 一元午餐 起源于2017年 国庆假期 老军山由于海拔比较高 老军山的主要景点 丰林器官 实力化平和金顶建筑群 都在海拔两千米上 每岛秋季 山上气温比较低 所以说在这中间 在假期期间 我们看到游客来了以后 好像责带干粮和凉水 所以在用餐极不方便 这个无餐要收医院 我们想着用医院线 让游客吃饭有尊严